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车是吧 先别进去啊 外面那个大叔给你车体温登记有没有啊 登记过是吧 我大口才认得我是谁吗 不是林逸三啊 那不要以为我今年呢 回到经销商里面重抄就业 其实 我还是在大家车人论 未来要看我记得看大家车人论啊 但是呢 经销商方面呢我确实很熟 经销商里面的套路啊 我真的是熟得很 在里面真的是呆了一段时间啊 所以呢 未来一年我带车里面呢 为大家带来很多经销商里面呢 最新的优惠 前沿的信息 还有什么低配车 左辆车都要看我啊 反正呢 最接地气的东西呢 就在我这里啊 看我的节目呢 保里不会吃亏啊 第一站呢我可以去看什么呢 因为这个车比较高级 来到预期大众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狠的 哪个车优惠最大呢 就是我隔壁这个大众兮兮啊 这个车在路上 好像是不是没有见过几台啊 但是在店里面 哇它的优惠非常给力啊 现金优惠3万多 综合优惠4万多 反正呢 现在他们说呢 高工的380车型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只有低工的330车型可以卖 最低配这个呢 24万6位车型呢 全包下来 大概也就是超过这个价25万 左右就能搞定了 那这个车我相信呢 你到店真的想买的时候哦 哇绝对可能争取它的优惠 不止这么简单呢 因为他们的经理都跟我说 这个大众兮兮啊 一个月能卖个一两台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所以来这里绝对当你大 大爷一样疯着来买这个车 至于这个车值不值得买呢 隔壁这一台呢 就是24万多的那个最低配车型 到时候再单独跟大家去说一下 至于麦藤呢 我在网上看到它的销量数据是不错的 但是呢 这边广东的经销商呢 他说在广东这边 其实麦藤不商量卖的 可能呢 被卡米越亚雅阁啊 抢了太多的市场 所以现在呢这个车呢 优惠情况也是挺便利的 也有4万块之多的优惠 其实跟那个CC差距并不大 至于这个车呢 好不好呢 动力是很好 但是能不能买呢 要看你的心够不够到了啊 这个就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换个车 换个车 优惠4万块 我跟你说 高尔夫这个网上报价 绝对是假的 或者有猫力的 我先曾问过 高尔夫优惠25000 顶到头28000左右 他说什么4万块 应该是包上什么 购置税啊 金融啊 智宽啊 各种优惠抽一起 勉强可能 能抽个4万块左右 不过真的说真 高尔夫这个车型呢 可能是最符合大家 最德国车预期的车型 什么驾驶啊 底盘呢 各方面体验都是挺好的 如果要我推荐大家买一个大众车型呢 我绝对会首推高尔夫 买高尔夫之前呢 记得去隔壁看一下A3呢 大众的车头都长一样 来我们看一下车尾 这是什么车 魏里呢 这个车之前呢 国五转国六的时候 停了一段时间 我以为就停了 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不是的 国六之后它又重新出来 它应该是 现在我们能买到呢 最便宜的德国瓦罐新车啊 12万5起啊 现金优惠2万5 综合优惠3万5啊 想一想 可能10万块出头 就能来到这样一个车啊 这值不值呢 要记住 它的平台 是一个魔改的PQ34平台来的 PQ34原来是 三个世纪90年代产物 可能比你还 你还拍着的 告诉我 我现在仪器大众最好卖是什么车 是速腾 那现在仪器大众 真的是最好卖是速腾 因为宝来他说 最后这段时间 他停了一下 所以速腾是变得最好卖 而且速腾的优惠真的不错 现金优惠也有2万23 有综合优惠3万块 可能都有啊 这一个隔壁这一台 它指名给我听 就1.4T最低配车型 可是现在速腾呢 走的相对比较好的车 这个新的平台啊 MQB啦 有很多新的配置 但是浩生当年还可以要冲击一下这个A加级车市场 它进入B级车的这个价位 耐得 没有想到真的是挺好的 看了这么多车车 我们来看一下SUV啊 一汽大众第一款正儿八经的SUV啊 应该是隔壁这一个探戈 这个车型呢 只有买车之前也有看过 17万的版本配置也很齐全啊 然后它的设计啊 里面驾驶的这种乐趣感真的是挺不错的 我买Q2之前也看过它 现在呢它的优惠也有2万多 其实算起来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买Q2 Q2优惠5万 17万那个舒适版版本以上的车型呢 现在原厂都会配好电动煤车过来 是性价比变得更加高 Q2优惠5万 很多20多万的盒子SUV啊 出来的时候很喜欢给自己加一个名字 叫图观终结者 但我告诉你 它们都没有成功终结图观 真正能终结图观呢 还是要大众自家这个探阅 探阅这个车型呢 其实它尺寸呢 各方面配置跟图观差不多 但是它的指导价比图观 官方就要便宜了2万多 而且呢它的优惠一点都不超 现在价钱优惠也有2万多 所以算起来 可能1.4T的车型呢 全包下来 20万不到19万左右 然后2.0T四驱车型呢 24万多就能全包 其实我试过这个车的低配啊 高配各种车型呢 整个体验啊 整个空间都没有比图观差 所以要从性价比去看 可能现在大众这个探阅 真的是性价比挺足的 那其实呢 为什么要来到佛山这边来看大众呢 是因为呢 佛山这个城市呢 是疫情之后第一个城市呢 推出一些官方的 购车优惠的政策 听说有三到五千块的这种 官方的补贴的 所以特意来就问一下 这边的这个经理呢 简经理看一下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次佛山出台的这个政策呢 其实它是分开了三种情况的 那第一种呢 就是说你正常过来买的新车呢 是可以拿到政府的两千元 那个补贴优惠的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如果你有旧车在那里 以旧换身 自换身车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一千元 三千元的补贴 另外在国外更加大型 中型的唯一合作车的 哇 这样去看了 翻译一下普通话 就是我们一般呢 顶多能拿到的优惠就是 三千块左右 所以简经理你觉得 这个优惠能带给消费者 有多大的刺激呢 其实这个政策的话呢 对于一些 即将要买车的朋友来说呢 是不多不少都有些帮助的 因为始终都是政府支持的 而且大家又是急需用车的话 都是有这个帮助的 那确实呢 比网上抽到一个五块钱的老师大师券 这个也给你很多的 对不对 不要这么说啦 你随随便便是我这里 我都可以优惠多一个零给你啦 不止一个零嘛 应该是三个零嘛 五千块完全没问题是吧 一两万没问题是吧 减重减重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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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是吧 记得找这里买大众可以 优惠更多啊 又到了大家去喜闻乐见的 销售离开的环节 今天呢 我想来更加分享一些 购车的小tips 很多人会喜欢在网上看报价 我看到杠尔夫就很多人在群里说 哇优惠四万多啊 优惠真的很给力 是不是真的啊 看一下哇优惠四万九 是不是真的呢 现在这里面有很多电报价 报得很清楚的 这是综合优惠四万九 按进去就看到 优惠的条件什么 要在店内做贷款啊 店内上保险呢 店内上牌 店内置款 还有延长保修 才能总共拿到这样一个优惠啊 其实会说得很清楚 什么车呢 是会直接说现金优惠 然后找一个给力 要从你看这里 那 比如说这个啊 优惠五千最低配 按进去 这个真的会写着现金优惠五千块 然后下面有个要综合优惠 就要什么 店内上牌 就这种就是啊 购车的一些 网上看车的一些小的tips 大家可以记住 怎么可能看到真实的优惠 大部分其实 报价都是报一种综合的优惠而已 要看最真实的报价 倒不如看一下我这边 给你的报价去经销生 真实去问到有多少现金优惠 可能来得更加真实 当你不信的话 可以一直狂点下面那个 再看再看再看 是不是真的优惠了这么多